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弟弟,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奇幻动漫,九宝与二贤琴。 九宝一直靠在集市耍把戏为生,只要他的二贤琴一响起,就可以控制小东西活起来。 他一直唱着父亲伴葬的英雄诗戏,他还有一个中了咒的母亲,白天时母亲一副吃傻的样子, 只有到了晚上,母亲才会醒来继续跟他说关于父亲的事迹,千万不能被外公月神找到他们。 第二天,九宝去祭拜父亲,在墓地遇见了月神派来的两个斗篷女,他们正是九宝母亲的姐妹。 斗篷女追着九宝去到村子,顷刻间就把村子销毁。 就在斗篷女即将捉住九宝时,母亲出现救下了她,并赋予她一对翅膀,吩咐她去寻找父亲伴葬的盔甲。 九宝在风沙中醒过来,发现了一只猴子,猴子原本是九宝的一个玩偶,母亲赋予了猴子生命来保护她。 猴子带领她去寻找盔甲,他们首先找了个地方休息,第二天醒来九宝发现她的指人半葬活了,并一直在给他们指方向。 九宝认为这是父亲在给他们指引,一人以猴在这个指引下去到了一个山洞,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人形甲虫。 甲虫说自己是九宝父亲的下属,因为被诅咒了才变成了现在这样,而她的记忆也只剩下了一些碎片。 猴子很怀疑甲虫的身份,但九宝却很兴奋,带上一猴一虫,继续前往寻找盔甲。 在指人半葬的带领下,他们来到了一个石窟,在那里他们找到了半葬的不摧之剑,却因此触动了守护剑的大骷髅。 甲虫带着九宝飞上了骷髅的脑袋,九宝顺利地拿到了不摧之剑。 但接下来他们需要出海,九宝又弹奏起二闲行,树叶瞬间就组成了一艘船,冒险还在继续,他们一起抓鱼,一起吃饭。 九宝从中赶到了家的温馨,他从前都是一个人吃饭的。 很快他们就到了藏着不破护甲的地方,但要拿到不破护甲必须下到水里,水里面有会迷惑人的怪物。 甲虫冒险一试跳进了水,却久久没有上岸来,九宝担心地跟着下了水,就在这个空档,斗棚女找来了。 猴子拼命地对抗,而九宝成功地发现了不破之甲,却被水下的怪物迷住。 他从怪物的眼睛里看到猴子就是母亲,就在九宝神志不清时,甲虫及时赶到,救起了他。 回去后,九宝问了猴子原委,猴子将所有故事告诉了他们,原来九宝的外公是作恶多端的月神,而他的父亲则是对抗月神的人类武士。 母亲再一次绞杀半葬时与他相爱了,并且生下了九宝。 月神知道后,自然是勃然大怒,他愤怒于女儿的背叛,杀死了半葬并挖掉了九宝的一只眼睛。 于是,母亲带着九宝逃跑了,可是月神并不罢休,他一直在寻找九宝。 目的就是将九宝变成和他一样冷酷无情的人。 当天晚上,九宝就梦见了月神,月神诱惑他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,并向他展示了头盔的所在。 第二天为了拿到头盔,他们前往半葬曾经的家。 没想到中了斗棚女的埋伏,斗棚女告诉他们,甲虫就是半葬。 就在一家人沉浸在团聚的喜悦时,斗棚女重伤了猴子和偷袭了甲虫。 九宝刚刚才和父母相聚,却又再次和他们分离,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报仇。 他去村子里找到了那顶头盔,并告诉村子里的人们赶紧逃。 最后他向月神宣战,月神果真出现在他眼前。 月神依旧诱惑九宝和他回到天宫。 九宝抵抗住了诱惑并举刀挥向月神,月神瞬间变成一只巨大的长虫。 九宝拨动着他的二弦琴,唤醒了那些已经死去的灵魂,并用爱让月神恢复了人形,彻底抹除了月神的记忆。 村子里的人告诉月神他是最和蔼的老人,就这样他们为月神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忆。 而九宝也再次见到了父母的灵魂。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,电影用神话故事的方式告诉我们要珍惜家人。 除此之外,这部电影的配乐也很值得一听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。